震惊影坛的黑太阳731 揭露了本世纪最残酷、最机密、最不人道的一段历史丑闻 抗战期间 日本军国主义者用活人实验研究细菌武器的真人真事 黑太阳731 虽然是本港开部以来第一部港产三级影片 但也是一部非常正义的三级影片 本篇的机密资料来源自美国国家档案局 苏联的日本战犯审判记录 日军残疑分子揭露的口供 以及原址现场仍然生存的人员访问 黑太阳731 全篇在事件发生的地点拍摄 是镇立大导演毛敦费 耗资千万 求五年的时间 偶心力写的杰作 黑太阳731 即将在本院上演